很高兴第一次在这一个基督徒从政者新生跟你们见面 我先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当然是啦 因为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 是三维一体的神 但是从政者我之前想后要问自己 算不算是一位从政者呢 我看到在这一个最难之前的一位作者 是一位民选的是议员 他是从政者 他是一个政客 在英文下我们可以称他为politician 但我并不是民选的议员 那我算不算是一个从政者呢 大家认为从政者政客要是什么呢 对政客的印象要是怎样呢 是否负面的比正面的多一点呢 我听到很多人都说 政治是物位是黑暗 是利益交换破坏社会和谐的罪恶 所以参与这个活动的人 哪些政客很多都不会是好人呢 政治圈就好像是娱乐圈 我年少的时候父母辈一般都会圈说 不要加入娱乐圈这一个大阳光 我们每一天接受大众全美 总是离不开娱乐圈 明星的新闻及有关政治和政客的报道 娱乐圈的新闻 你们可以看也可以不看 看了也不会对你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但政治新闻 政客个人的道德揍手 他的每一个决定 对你每天的意识住行 口袋你的钱 每一天出入是否平安都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奇怪的是 如果你有留意我们社区内的政客 在社交媒体所发出的post帖子 总是有关他们出席社团活动 慈善筹缓啊 商业典礼开墨仪式 上铺餐馆开业剪彩等等的 似乎参与这一些的活动 就是政客的主要工作 政客一天的时间是怎样用的 他有没有代表我们在议会女面为我们发声呢 这种政客的帖子在华人圈集里尤其特殊 如果从政者没有好好的向人民说明他们的工作 难怪人民到了选择代表自己的代仪式的时候 只会投票给出席的最多活动的意味 很多人都把政客看成是明星 只要他可以为我带来欢乐 如果是俊男美女就更好了 选票既然双手奉向 我并不也终于这一些的社团活动 与俊美更战不想边 那么我算不算是一位参政者呢 回忆我是如何参与政治事务 怎样由科研人员卷位加拿大政府委任的政治官员 而且而且一做就是做了十年了 我对社会事务的兴趣是从80年代香港的广英政府退出代仪政绩开始的 当时我在英国念大学 公共事务参协会的义工主机 大家定时开会讨论加拿大的时事 我记得当时意见对华人写去影响中大的公共事务决定 就是政府要禁止华人的烧拉店以原来的方式出售新鲜出炉的各式肉食 BBQ meat 省的卫生官员认为把烧味挂在店里的玻璃贵难 出售 违反了食物安全规定 下令他们要根据一般处理熟食的标准来保存烧拉 从香港来的移民 在香港已经习惯了这一种的出售烧拉的方式 从来没有听闻会有食物安全的问题的 我们几个义工主机的成员制桃腰包 付钱找来政府发牌的化验所 分析华人出售名如烧拉的食物安全 结果是因为华人的传统烟剂烧拉的商料烧烤的程序 加上摆放出售烧味的玻璃柜内有保温卸灯 柜内的肉食卫生安全得到了省卫生局的标准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加拿大华人烧拉店 从传统的玻璃柜内掏损喜爱的烧拉 是因为早期从香港来的移民 采用了加拿大社会只接受的客观理性的方式 让政府的官员认识到一些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结束过的新事物 我们这一群的义工没有从种族气息的角度来看政府的经历 反而让这些官员了解到不同文化的生活习惯当中的滋味 从这一群亲身参与社会事务的经验 我看到加拿大怎样先进的国家 政府在很多的政策上本来可以把社会管理的妥妥当当的 但由于世界在不断变化 加拿大的人口结构也在转变 华人参与社会事务在政府体制内提出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能够有更多了解华人写区 至少愿意聆听华人写区声音的从政者 可以为我们成为民意代表 这样加拿大的政府公共政策就可以与这一些的变化 同步更新更好的服务所有的加拿大人 我这一群的朋友很多后来都加入了不同的政党 包括联邦的三个主要政党及BC省的两个政党 虽然我们都曾经代表这一些的政党参选 实在太考虚了 哎呀没有一个可以成功进入省议会和国会 然而我们没有一个停止参与社会事务的 经常都听到有人抱怨加拿大欠缺出息的从政者 事实上信耶稣即行神职议的基督徒 理应是最合适的参政者 参政是为人民服务 先决的条件是爱人关心邪区 恨护罪恶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如果所有的参政者都不相信耶稣 心里都没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 那么他们会用什么的标准来处理每一天的什么问题呢 那么在有一些道德议题的要决定的时候 他们的底线要会是怎么样呢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一个尊男能够在日后有更多的机会把我过去参政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希望可以鼓励到更多的基督徒在政治上参与发挥神 把这一个关心人爱人的心在我们的写区内可以为神做见证 谢谢